相信喜欢动漫的朋友们都会注意到,最近几年,中国制作的动漫在特效场景设计以及剧情编排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观众带来了许多出色的作品,其中包括《师兄啊师兄》。 与大多数动漫不同,该剧的男主角李长寿并没有采用苦大仇深引人注目的方式呈现自己,相反,他表现得低调而稳健,谨慎思考每一步行动,尽量不引起注意,以确保自己不陷入危险之中,一直坚守着只为修得长生为目标。 此外,李长寿时刻为师父师妹着想,周密策划和精心安排的行为完美地契合了他那居家好男人的设定。 与以往修仙作品不同,《师兄啊师兄》以喜剧的方式呈现故事,它不仅包含了修仙剧的紧张和刺激,还有仙气飘逸的场景,同时也加入了各种反套路和反转情节,为剧集带来了不少笑点,丰富了故事情节,也给观众带来新鲜感。 这种精心设计和大胆编排,着实值得称赞,毕竟,如果观众不觉得好笑,那么好笑的就是作品本身,这是非常尴尬的。 不过话说回来,距离师兄啊,师兄第一季完结已经半年,第二季即将开播,从预告片来看,第二季将以李长寿杜杰成仙为开端,再次以搞笑的方式呈现杜杰成仙的过程,相信长寿将在其中制造不少搞笑情节。 随后,我们将看到,毫已败入杜仙门,成为长寿的弟子。 不知道这对搞笑组合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笑点。 此外,新一季还将引入新角色,为故事增添更多元素,让人充满期待。 好了,本期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